民眾買了透是手氣 最怕就是貢菇 但擁有神之右手封號的 台灣彩券總經理黃志儀 最愛的收藏之一 竟然就是大家怕戴賽的菇 黃志儀認為 烏龜很溫馴 又代表堅忍不拔的毅力和武士精神 所以特別愛收藏烏龜 無論是五花八門的材質或造型 都有它收藏的價值 這隻烏龜是我最喜歡的一隻烏龜 它是在香港在旅遊的時候 在海口城買到一隻烏龜 烏龜也是非常有特色 它是世界保育類專家 做了一隻烏龜 那看起來好像是流理的一個材質 它是透光的 黃志儀回想 其實自己也是到了台彩之後 才開始對收藏烏龜萌生興趣 甚至還透過媒體去探訪 傳說中的烏龜達人 見識他的珍藏 不過相較於烏龜 黃志儀的模型小車收藏 似乎更有歷史 這是到歐洲去旅遊的時候購買的 我記得是在意大利的一個汽車博物國 零用錢非常有限 所以就接種零用錢來買小汽車 或是買到用塑膠材質 製造的一個小汽車 那等到比較有經濟基礎的時候 來買其他不同材質的 這個比較高端價的車子 他目前收藏最貴的也才一萬多塊 市面上滿道如保時捷等模型名車 儘管高貴酷炫 卻不見得是黃志儀的菜 反倒是古董車款的特殊設計 讓他愛不釋手 療癒的收藏 擺滿了辦公室的展示櫃 也讓人見識到這位財經界精英的赤子星 中央設計家田育斌 台北報導 請看 不要忘記 filtr 如果要財經歪 從前一位財經 谢谢观看